一人大S跟汪索菲離婚一年時間 那麼如今根據週刊報料 說汪索菲因為違反了當初的離婚協議 基線大S超過五百萬元生活費 遭到大S直接購上法院 申請了強制執行 傳說汪索菲在臺灣的資產 包括像是位在台北市的飯店 很可能會遭到查扣法拍 不對此呢 汪索菲今天暴棄回向了 他說自己過去一年都有付錢 同時也付上了開銷明細 只是現在他說大S結婚了 他不想再替對方付電費 汪索菲與大S曾經愛得濃烈 可惜十年婚姻還是沒能走到盡頭 就一家產分配隨即成為矚目焦點 其中兩人協議 汪索菲要每個月支付大S 數十萬元生活費 但現在雙方似乎未前正式撕破臉 汪索菲沒履行離婚協議 基欠大S數百萬元 現在傳出他2017年砸下三點五億 以大S命名開設的飯店恐怕不保 雙方當時在法院簽字和解離婚 效力等同判決確定 卻爆出汪小菲積欠大S超過五百萬元 讓大S最後一撞告上法院 不必耗時打官司 傳出法院就已經裁準 將查封汪小菲在台資產 如果查扣的是不動產或股權 汪小菲未在台北市的S Hotel 可能就會遭到法拍 不過他在台灣仍有存款 預計還是會先以付錢清償為優先 因為我過去六年嘛 做了很多投資 房地產 酒店都做過 就是從中沒有得到什麼獲得感 王小菲先前就在節目談到 自己生意經營似乎不像外界想像 光鮮亮麗 但腹部出錢恐怕不是主因 傳出關鍵原因和大S再婚有關係 不管是對我還是對大家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發脾氣 似乎是今年三月 大S與巨軍也在婚後 王小菲就不再支付大S相關費用 對此王小菲暴怒 發文痛批抹黑 強調自己有過去一年匯款紀錄 喊話為何要逼我 直播大S假使已經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將讓王小菲在台資產深陷查封危機 揭稿前致電詢問大S 經紀人尚未得到回應 究竟有沒有拿到錢還有待釐清 可以確定的是大王鏈宣告畫下句點 離婚爭議依舊未完待續 這綜合報導